送走客人,和珅才觉得肚饿,见长二姑带丫头出来,笑着说,请弄点吃的来,午饭也没好生吃呢。 正说着,吴氏提着个石盒子来,碟子碗一一布着,对和珅笑道,都是你爱吃的几样小菜,也不知道你什么时辰回来,放熏笼子上头温着,你先凉,就再给你回火温温。 和珅取过馒头,大口劲儿的便是一啃,又送一片牛肉,鼓着腮帮子嚼着,乌鲁乌鲁不清地笑着说,嗯,不了,这些伙计叫翠萍他们做就是了。 长二姑说,翠萍他们收拾了一天房子,李家大姐母女要搬过西院住,救不住人的地方了,要打打醋坛去携,弄得洁净些才使得。 李家大姐就是李世瑶收留的孤寒母女,在扬州她原是知府晋文奎的儒夫人,落难受过和珅周记,又流落惊师被李世瑶养护,有这些渊源,官场上头聪明些的都有留一手的作用。 所以和珅又接了她来,也有个救人救活的意思在里头,一边爬饭一边说,那是患家落难之人,两个人能吃我们多少,千万不要委屈了人家,上回去见她,她想出家,我说但有修行心,未必一定进安子,给她设个小佛堂,烧香念经就是了,阅历银子就比着翠萍吧。 太太睡下了没有? 这会儿才想起太太,你和她们说话,太太就吃药睡下了,这味小鹤仙的药看似来的慢,其实管治病,一里一里好起来,太太白天还出来料理家务了呢。 长儿姑笑着又道,那边园子东那块地听说有良情,盖起宅子来,比王府王宫还大呢。 我们何家可不也有个大官员?里头修作家庙,李家姐姐进去,又多了个庙宇,你这人福气可真不小。 他虽笑着说,和珅听末已带了醋味,放下筷子用毛巾开着手脸说, 康熙爷手里有个中堂叫索额图,能耐功劳都比我大。 他自己信天主,太太信佛,儿子信道士,一家子自己旧团弄不到一处,太太又是有名的醋坛子。 索额图稍和哪个丫头沾沾手,府里就如翻了天似的,外头闹得满世界,让皇上也瞧不起。 赶到抄家,他才知道,他平日不对,是砍这个家的树根子,苦恼地在圈禁院里整日疯疯癫癫,口里只是说, 老爷你爱谁就是谁,我不管,你信天主我也信,打我左脸给右脸。 你们倒那是好滋味? 众人从未听过这段故事,静静品嚼其中的意味,和珅却有一笑,抹开了。 家世和外世兴,我能在外头安心办差,权杖你们这些当家人里头维持得好。 我在外头风广,你们越发安抚尊贵,这是里外相辅相成的事。 许多人他就不懂,像吉小兰,谁有他才学好? 外头出了事,家人们也起了烦,看要命不要命。 你们向来明白,我这儿不过是嘱咐着警惕些。 那边新宅子画出饰养来给我看,要请藏密喇嘛,也要请高手阴阳先生过来看。 如今有石公主这事,地方大些阔绰些,也无妨的。 我一直不让北地脚垒墙,就为那里紧邻着圆明园,太乍眼了,要招是非。 你们明白吗? 说着一笑起身道,明儿还要陪皇上去圆明园,今晚早些些了吧。 长二姐你回去,今晚把妆头们送得礼单礼礼,明晚回来合计一下,用你的名字写信出去,我有话要交代的。 说吧,意味深长地看长二姑一眼。 长二姑脸变绝一红,和吴氏等几个女人带着一群丫头仆妇退了出去,和珅留下了刘泉,问道。 外头廊下那些礼,都是谁送来的? 刘泉笑说,我也记不得,总有二十几个人吧,都是部里的闲曹金官,大约想放外认的意思。 和珅觉得困上来,打着喝钱说,除了外官的兵坦静,金官的礼一概不收。 把名单给我,该给人办的事,退了礼也要办。 走路撒图,好歹得眯眯旁人的眼睛。 我方才跟他们说了工钱,还要涨回三分区,要知道,多少眼盯着我这位子呢? 钱粮的事,原来都是鱼中贪官。 从他手里过我手,他就未必如意。 就这个人,就够你防的了。 刘泉说,是,我都记下了,是得提防着这老爷,总看不对劲似的。 昨个他还去了园子,在双闸口那转悠了一阵,问工人这料多少钱? 那砖瓦石灰石料从哪运来?可不是关心着咱爷们的吗? 我听贡院丁秀奇说,于中堂问过他,何中堂来贡院勤不勤,又打听着明轮楼修气动用的哪笔银子,说银子还是应该都拢到户部统一掉拨,几块里各有各的账,乱摆弄,容易出漏子。 撂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走了,见和珅听了直了眼,仍旧习惯地盯着灯,像是发现了灯台上爬了什么虫子似的,刘泉一笑,也没别的事了吧? 啊,嗯,连问两遍,和珅才醒悟过来,一笑说,啊,我又走神了。 这个于敏忠不哼不哈,要寻我的不是了,你说他像前锋,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一路,前锋有心计,是个证人,于敏忠是要把别人都踏下去,独领超纲。 主子英明,他装张居正,主子软心,你瞧吧,准是个曹操。 刘泉道,也小心着他就是了,我听前清门小粗拉太监王宝胜说,于中堂赏太监银子大方得很,皇上一举一动,他做府里就都知道了。 每次去都问,皇上尽善,尽的什么善,哪个太监侍候,谁当职,既起居当,谁侍候衣帽,谁管给皇上送书,吃喝拉屎的事他都打听。 他感情想着,但皇上身子不爽,来一首逼宫戏吗? 和珊听着喷得一笑说,哼,你头里不是脑汁子,是尿。 说曹操是指他没忠心,称兵逼宫的人,大清还没生出来呢。 这人和阿贵两张皮儿,刘勇也不符合他,福康安也和他满宁,他能做什么大事? 他班里是姚几云利用我,现在又向我下手。 别心疼银子,他结交太监的事儿,给我查清楚再说。 他轻松地输一口气,说,你也歇着去吧,叫吴姐把送礼的名单送来, 明天一定退回人家,亏你还是老江湖,兔子不吃窝边草都不懂。 刘全退出去了,一阵阵带着花香的夜风,不凉不热,扑联而入, 摇得竹台上灯苗,不住地跳跃声姿。 和珊一身松散,踏着鞋夺着布,心里不住地揣摩于敏忠这个人。 他亲眼见过几云和于敏忠,对对联。 他出的帘子再刁钻,几云都能硬口对出来。 几云出的,每一次都叫他张口结舌,可皇帝亲口告诉他, 于敏忠是个数而不作的,埋没了的大才子,才华敏捷, 又是什么富四甚广的。 不亚于几云,原来竟时时刻刻,探听着皇上动静。 皇帝读什么书,临时用的工, 抚着微微发烫的脑门子,和珊不禁一个微笑, 乐乐自语道, 做得过分了,我不能学他。 忽然门外有人笑道, 什么做得过分了,又是你不学他。 接着吴氏一手拿着礼担子,一手挑帘进来, 把担子放桌上笑道, 一大早天不明出去忙了一天, 耗心费神的还不够, 一个人找了魔似的,在屋里念念叨叨的。 和珊手托下巴取过礼担, 漫不经心地浏览着, 说, 没听相书里说的, 自语者负, 自言自语的人总是有余钱的。 这个单子上的人名太多了, 我也记不全, 名超义份子, 利益退还给人家, 他们无非是想放外任, 回头我关照丽部一声就是了, 说着, 不住大量吴氏。 吴氏刚洗过澡, 换了一身澡花蜜褐色挂子, 套着石青裙, 一摞乌云般密密的发际, 松松垂在肩后, 配着白生生的薄像, 雪白的挂子里儿翻着, 一手擒着替灯棒, 挑那蜡烛, 口中说, 他们拿府不收礼, 也忒小心过欲的了, 不收礼还给人办事, 你可真是恐圣人脱生, 你怎么, 怎么这么悄人? 他掠了一下病, 自己上下看看, 脸一红道, 你这人贼似的, 见和珅上来, 动手动脚摸乳叹胯的, 一翠笑道, 开着门, 也不怕人瞧见, 翠平就在西院, 你还找他去吧, 说着, 一翠, 身子一扭, 和珅忙回身关了门, 吸着脸回了搂着吴氏, 就坐了个嘴, 张忙着解了裙带, 又解裤带, 自坐了以上, 抱吴氏骑在身上, 口里亲妈亲姐姐叫着亲着, 杂无不清, 吴氏已被他揉搓得满脸娇红, 拆横并乱, 见和珅敞了怀, 又撕自己扭子, 贴胸相对紧抱成一团, 那伙热叹硬硬的, 顶着下身, 由不得也是欲咽如斥, 一手伸下去把捏着, 头垂在和珅肩边, 用手捶了一下他的背, 小声熠熠笑道, 你这人真啰嗦, 这么多花样的, 哪里像个宰相, 倒是个行院里的大茶壶, 王八头, 偷女人的鸡年, 不错, 是个王八头, 你捏着他就是啊, 和珅在吴氏压压气喘中吟笑, 如今天下官都是王八, 我自然是王八头, 你猜猜万岁爷这会儿做什么呢? 我不知道, 也在做这事儿呢, 海兰查这日鬼令惊, 弄了几十个女人供上来, 我给皇上选了几个, 嘿呀呀, 你不知道多有标志啊, 我选他们隔衣上摸摸大腿, 手里到现在还滑腻腻的呢, 呵呵呵呵, 和珅说着便咽口水, 使劲在椅上蹭蹬送, 吴氏被他事后的情热之急, 口里说道, 你不是好人, 挑缩着主子也, 你防着点, 他六十多岁的人了, 家色伤寒了, 娘娘剥你的皮, 和珅搬着他雪白的肩膊, 鸡着米式的狂吻, 含糊不轻地说道, 你把心放得稳稳的, 皇上壮事着呢, 我看现今宫里那些老嫔妃, 没一个中皇上义的, 外头也没有能说知己话的, 走动几步都一大圈跟着, 没有女人, 男人办正事也是没精神啊, 吴氏不再说话了, 软得一堆肉似的半昏半醒, 贴在和珅光滑坚实的身上, 一时, 元阳谢尽, 情至阑珊, 又勉强温存一番, 才各自起身, 吴氏眼睛即酷, 羞得背着脸小声说, 当着灯光菩萨, 这算怎么回事啊, 声音也忒大了, 外头人也听得见了, 和珅笑着整顿庄树, 说, 这府里, 我就是皇上, 顺我者昌, 逆我者亡, 谁他妈的敢放个屁, 我叫他上天无路, 入地无门, 听见了, 听见了有什么, 那叫云语之声, 哑着嘞, 嘴脸, 还云语之声呢, 吴氏已是荣光焕发, 做了小心扣着相间的钮子, 扑斥一笑说, 那声音难听死了, 直就是狗话尤称, 他想想起了什么事, 瞅着地面沉默下去, 徐九叹息一声说, 我觉得我变了, 这么着下去, 会变成啥样,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, 反正, 反正越发不像个人了, 说着, 低垂了头, 和珅刚要笑, 又止住了, 上来搂着他的肩头说, 天下大家子都这样, 你别这么想, 到哪山唱哪山歌吗, 你吃斋念佛, 虚老连贫的, 谁敢说你坏, 就跟我好, 那也是前世缘分, 你又没偷别人汉子, 说着用手指给他抹肋, 吴氏一正身子脆倒, 你是我汉子吗, 和珅也一探说, 哎, 不跟你来往, 你寂寞, 我也寂寞, 纳进房里功名正道的, 我也想过, 可咱们原来就是恩亲, 反倒不如这么着体面, 倒像你当初救我, 是贪图什么似的, 我如今未知, 在外头时时要防着人暗算, 也要整得别人不敢打我的主意, 皇上的差事不能办杂, 得处处揣度着圣心形势, 还不能扒狗似的一位摇尾巴, 也要顾及自己尊荣抬行, 吴姐儿, 你想想这难不难, 再说了, 他吸动了一下嘴唇, 觉得爱难其耻, 便住口吃茶, 注目看灯, 吴氏听得入神点头, 见他忽然打住, 转脸一笑说, 说得好好的, 怎么呼拉巴的就哑巴了呢, 我听着呢, 怎么又发呆了, 和珅回过神来, 爱抚地伸手抚摸着吴氏的脸颊, 轻轻揉捏着, 揉声说, 是这样, 官场幻海风波不定, 谁也难保一斤斗, 一个倒栽葱啊, 你在外头, 可以替我保管一点家底子, 你看季晓兰, 还有国泰, 连同前头张相国都超过家, 都没有株连到亲戚, 你这样的更安全, 也给我留了后路, 他虽微笑着, 声音像柔丝, 从远处轻轻飘来一样, 眼中忽悠闪着碧绿的光, 吴氏听得身上打了一个寒颤, 听他说, 万一我也有, 盲伸手捂住了他的口, 在他夹上印了一吻撑道, 没那种日子, 不许胡说, 有那一日, 我就黑吞了你的钱, 和珅一笑说, 那也比查超出来半醉强, 也没便宜了外人, 你也不敢那么做, 负了我的恩, 自然有人治你, 还得放天鹰打雷, 龙抓了你, 他直指搭在桌角的袍子, 又压低了声音, 那里头有几张银票, 一百多万吧, 先在你那里放一放, 别入账, 等我说话悄悄换成细软藏起来, 吴氏看了看袍子, 忽然觉得有点恐怖, 这主也太能露钱了, 太胆大了, 他胆怯地摸摸袍子, 只一触就缩回了手, 小声道, 爷, 钱多少是够使的, 得住且住, 见好就收吧, 没看他们一个个都栽倒了,